前立委蔡壁如不忍了 重炮批评黄珊珊 不辞立委 民众党就会一直失血 也感叹如果自己在禁总 绝对一肩扛起责任 你看她的嘴脸 你看她的气味是嘴脸 你不是觉得 你看嘴角都上扬 不是嘴脸吗 我就说一抹神秘的微笑 你看她现在是怎样 她都没事吗 党内炮声隆隆 逼黄珊珊辞立委的声浪不断 台北市议员黄敬寅则认为 现在请辞 时机不恰当 当务之急是查清账务 检讨流程 再来讨论究责 才是对支持者最好的交代 大家对台湾民众党 都有一个喜爱 所以来参加这个党 所以大家对她有很高的期望 在这个混乱的时刻 大家先稳住正脚 先把问题解决 至于什么究责 那个后面再来处理 黄珊珊则在脸书发文强调 玄武繁杂 彼此尊重信任 却难避免外部风险 事已至此 除了致县申请 借由司法厘清责任 亦是万不得已决定 只求真相早日大白 误网误众 分三种情况 包含是给警告 或者是停权 或者是开除 真的要到除非中平委 开除黄珊珊 那才有可能有这样子的状况 不过时任竞选副总干事的 陈志涵在节目上痛批 李文宗害惨民众党 外界揣测 若没有柯文哲同意 陈志涵敢公开呛李文宗吗 党内一侧 柯文哲恐怕会选择 保黄珊珊 弃李文宗 团队里面一定会有各种声音 中平会还是一个独立的机构 那我们也不好说去干涉太多 有收到这样的声音吗 没有没有没有 等到我们开完会以后 我们会跟各位来报告 党内不满情绪 即将炸锅 但开闸黄珊珊的可能性 恐怕不高 记者刘世伟蔡平庸台北财王报导